Hello大家好,今天跟大家分享炒银杏的做法 这个银杏是我从超市买的这种保鲜银杏 然后我们做一个锅,放点油 油热之后放入这个鲜的银杏 把它给炒至微微的有一点点透明 然后外面有一点点焦黄的这样的状态 我们知道银杏果又叫做白果 是银杏的肿仁,吃银杏有很多的好处 第一个就是止咳定喘,可以用来治疗支气管哮喘,咳嗽谈多 第二种呢,银杏果含有大量的VC,具有美容养颜的功效,可以美白肌肤 第三种呢,银杏果中含有大量的白果分,白果酸和黄素 可以有效的提高身体的抵抗力 第四种,可以用来治疗女性的复刻级别,例如白带异常等等 看,现在就是炒到这样的状态,我们加一点点盐 然后继续炒 现在外面有一些焦黄了 然后炒银杏就做好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欢迎订阅我的频道,仰望美食 也欢迎关注我,为我点赞,转发,留言 我是小旺,我们下次再见,拜拜 by bwd6